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支影片呢 因为有观众告诉我说在爱尔森旁边啊 运气会不太好 会有一点点倒霉 所以呢我们换来到神木村 因为待会如果我们把这件正式斗剑士盔甲点上去首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顺便去打龙王了 诶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执行上一支影片 没有点完的正式斗剑士盔甲目标呢 今天就是要把它点到首领为止 OK那我们就直接 Let's go 好我刚刚先小四伸手抽了十组的肃琴 那126个铁块呢我个人是觉得啦 要点上去的几率应该是不高 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求到上级好不好 其实现在上级的价格呢已经不贵了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尝试就是自己用铁块点上去首领的话呢 我个人会比较建议收上级来点 不要从零开始点 对因为呢各位也见识到了从零开始点是一个非常浪费铁块的事情 那如果你们真的想要靠自己点上首领 享受这个成就感的话呢我建议还是买上级来点 但几率一样是很低啦好不好 就是给那些如果真的想靠自己点上灭龙的人 买上级就对了 OK那我们就直接 走起这一件正式呢花了 离欧我上百颗的铁块 所以呢我是觉得啦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是不是考虑直接买上级来点就好啦 因为这个几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个几率是真的有一点偏低啊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都还没有到上级 怎么就这么难上了 那待会我们到上级之后 那岂不是更难 而且呢还要真的能上上级啊 他是只会讲失败是不是啊 诶Bingo答对了 来吼我们来个四五十颗的数点好不好 离欧我已经放到快捷键了 我们来个数点 虽然呢我以往的经验呢 数点通常都不会过 但是呢今天我就想来个不一样的 来我们来数点 走起 影片开头直接来一个数点 点一个爱尔森错手不及 点一个爱尔森错手不及 来不及停手 不过呢我刚看到他的腰带从白色变蓝色 离欧我之前在玩铁块 用数点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这应该是第一次成功 不过 只能失到上级 至少我们上次一百多颗没上 这一次呢 好像才二十几颗就上去了 OK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大家的梦魇了 就是你们找爱尔森之后 最难跨过的那一道墙 上级到首领 蓝色腰带到红色腰带 OK这个就是大家最讨厌的阶段了 既然今天的数点好像不错 那我们就继续再来一次数点好不好 目标就是用一百零七颗的铁块 顺利的把它点到首领 OK那我们就直接走起咯 各位 321 GOGO 既然刚刚的白色腰带到蓝色腰带 正式到上级呢 数点是有效的 那我相信呢 这一次的蓝色腰带到红色腰带 上级到首领 说不定数点也是有效的好不好 我们来点把铁块点到剩下50颗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去 虽然我觉得机会是有点渺茫 但是呢 这件衣服已经点了这么多了对不对 该是让我少少上首领了吧 我前两件都花了一千多颗 甚至第二件还没过 那这一件让我少少上 也是情何 也是合理的吧 啊你每件都要让我点上千颗情何以看啦 来最后一颗 好看起来呢 上级真的不是那么好对付 好啦我们剩50颗慢慢点好了 这个影片长度还稍顧一下啦 唉 我就觉得 他这个的机率啊 如果真的公布出来 我相信一定是好几个0好不好 小数点后面那个0呢 我相信 没有拿计算机应该是数不出来的 再来 有种你就再对我讲42次失败 我相信今天不会好不好 今天的里欧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至少是把正式点到上级 啊我不希望说我还要再拍第三支影片 把上级点到首领哦 我不希望我还要拍第三支影片哦 这个从0到灭龙的系列呢 我希望在这一支影片在今天 就画下一个据点好不好 就用这34颗 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让我顺利的看到红色的腰带 顺利的看到成功 顺利的升上首领 OK 那我们今天呢也能够抽灭龙出来给各位 只要今天影片我们成功上首领 我们今天就会抽出灭龙 OK我们片尾呢会告诉各位 详细的抽奖流程 那我们继续 剩下25颗看起来呢是很凉的 哎呦 我没有开视讯 但是我刚刚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我的视线专注在那个腰带身上 然后呢 我看到变红色了 天啊 我的第一件花了 1300多颗 第二件花了1200多颗 没有上 之后呢第二件才请朋友帮我上 而这一件的话呢 我们也花了上百颗 从零开始点 甚至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们遭遇到了 正式到上集过不去的这个坎 过不去的这个难关 结果没想到今天呢 我们只买了十组肃琴 一百二十几颗 我们就从正式点到首领 各位这里敢信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理由我的运气啊 我们成功啦各位 好那我也算是完成了上一支影片 没有完成的目标 我今天终于保护住我自己的荷包了 那我们就来做最后的任务 来去打暗黑龙王 让他变成 灭龙吧 垃圾不落地把它剪一剪 那么最后呢我们的首领就可以顺利的升级成 灭龙了 各位 真的很厉害 如果是你一定能够击退黑色魔法师守护风之谷的 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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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拿到灭龙之后啊 那个心力啊 那个足钱 那个辛苦 那个富家好不好 还是很贵的 好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拿到 灭龙盔甲 OK 他赌上他的全部 我相信他的全部呢 就只有失败 这两个字 OK那完成到这个阶段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 从灵到灭龙计划 就算是完美的成功啊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要告一个阶段了 影片的最后呢 就是要来抽 灭龙骑士盔甲啦 要怎么参加抽奖呢 我们上一支影片 已经有先说过了 那这一支影片的话呢 一样 记得帮你哦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脸书 粉丝上按赞 再帮我这支影片的贴文呢 分享出去 最后呢在这支影片的下方 留下 你在强化灭龙的时候 喜欢从零开始 还是直接买上集来点 又或者是直接买灭龙来穿 OK记得帮你的答案留在影片下方 那我就会从上一支影片 以及这一支影片呢 各抽出一位的观众 再从这两位的观众呢 再抽出一位 那一位呢 就可以获得 灭龙骑士盔甲 所以说呢 上一支的 从零到灭龙 以及这一支的从零到灭龙 都记得留言 这样子中奖的机会比较大哦 那最后就是因为灭龙盔甲呢 是在刘德 所以如果真的非常幸运的抽到你呢 记得到刘德 这边创一支角色 来跟刘作领取哦 OK那我是Liu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留下按钮 记得帮我追踪一下 那如果想要看到这一种 挑战性影片的话呢 都欢迎在影片留言下方告诉我 或者是直接私讯我的粉丝帮跟我说 那么我们今天的 从零到灭龙计划 顺利大成功 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非常感谢所有看到这边的观众 非常谢谢你陪李欧 度过了两支 非常艰难 非常难熬 而且充斥的失败的过程